你現在收看的是燦爛時光會客室 我是主持人管中小燦爛時光會客室 是由公民行動引營記錄資料庫獨立製作 我們透過人物的專訪 帶大家了解到正義性事件背後 值得我們關注的議題 讓我們在看這些議題的時候 不是只有看熱鬧 還能夠看門道 我們有YouTube頻道 有Podcast頻道 歡迎大家能夠訂閱收聽收看 我們很期待您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透過群眾的捐低力量 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 更好做更深度的報導 以及更多的討論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我們要來跟大家介紹一本書 也跟我們節目的主旨 或是過去關心的議題是非常有關的 談的這本書叫做移工逐起的地下社會跨國勞動在台灣 我們今天邀請來賓是這一本書的作者也是一個在台灣非常 我不能講說很年輕 但是也不能說很資深 但是一個非常認真的一個記者 他花了非常多的時間 透過一系列的報導 然後完成了這一本書 就是這本書的作者 簡詠達 詠達你好 關老師好 然後各位線上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詠達 這本書其實我剛出的時候 一直在準備要來訪問 但是因為我現在讀書的習慣都是看電子書 所以我都要等電子書出來 我才會去買來看 所以稍微晚了一點點 不過這本書還是非常非常重要 也有價值 特別是我們看到除了這個紙本之外 最近出了電子書 然後我也看到向陽老師林奇洋老師 也在他的粉專上面 在國議會的應該是國議會吧 都在一直在在推廣這一本書 所以這本書我們的朋友 如果覺得有興趣的話 可以去找來看 那我想一開始我想要先請教一下詠達 就是你怎麼時候開始去關注 這個移工的議題 那為什麼你會花這麼長的時間 應該有七八年的時間來做這個報導 並且最後還完成一本書 是是是 其實這個書我其實最早做移工的議題 應該是我那時候在當記者第一年 大概我在報導者做第一篇第二篇報導 那時候被派去台中一個地方叫第一廣場 然後到那個地方去要寫一篇移工的報導 那Hunter其實真的是我從念書 因為我以前就是念新聞 然後從我念書到工作 其實我第一次真的接觸到移工的議題 就在那一次 那我必須坦白講 就我過去對移工的議題並沒有 就是 並沒有那麼多的關注 然後所以那一次是我第一次 真的去接觸到這個議題 那我在寫那個題目的時候 其實我也沒有想過說 就我後來可能七八年的那個記者的生涯 都會是一直圍繞跟就是圍繞在移工的這個主題上面 然後會跟移工這個議題 結下這麼深的一個緣分 那不過就是從那一次去台中第一廣場 到那個大樓裡面去採訪 然後他讓我真的看到就是移工他們在台灣的那種很很不一樣的生命力 然後然後我就是其實我覺得當記者有的時候就會是這個樣子 就是並不是我你一直很主動的想說我要一直往哪個路線去走 或我一直要去做什麼樣的題目 我覺得很多時候反而是一種 很多時候你會被一些題目給推著走 就是你在某些時刻 你看到了就是在有些故事在你面前發生 然後當記者的就是你會對於很多你過去沒有想像過的一個情況 或你完全不理解的一個世界被他所吸引 所以我覺得我後來做很多的移工題目是被 可能過去因為第一次在第一廣場跟一些移工結下一些緣分 然後到後面他們當你當他們真的很真心的跟你講說他們在台灣遇到的一些狀況 然後遇到的一些生命上面的挫折的時候 你反而就是在那個情況底下然後一直不斷的想說 那這個情況現在是只有我看到了 好像也只有我可以來寫這樣子的故事 因為他可能並不是在社會大眾或在媒體裡面那麼關注的一個主題 好像只有我能寫了 然後所以就後來一直不斷的寫 寫下去這樣 嗯 一開始其實只是一個被指派的採訪的工作 但是在這個過程當中慢慢的瞭解 然後你自己可能也包括你發現的一些值得去探討的問題 再加上我覺得剛剛蠻重要的 就是說是不是因為你投入越深 然後有些東西你反而在有某種的負擔或是某種的關懷上面或是某種的熟悉上面 你就持續的去做了這個報導 我想這也是很多做調查報導做深入報導的記者 他常常會有的這一個非常特別的一個經驗 特別非常特別的一種經歷喔 那當然你剛剛談到你當時是被派去第一廣場喔 那這本書的開場也是從第一廣場開始寫 我自己在大概20多年前常常會去第一廣場的附近的補習班教授 然後呢我我對第一廣場印象其實並不是太舒服 因為我只要經過第一廣場我就會被拉客 就說啊這邊有小姐啊或幹嘛 所以那個地方在某個階段呃曾經是一個非常非常呃 光鮮亮麗然後非常重要的一個百貨公司 但某個階段又好像是一個龍蛇雜楚的地方喔 所以你自己在第一廣場這麼長的一個時間喔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們第一廣場是一個什麼樣的地方 那為什麼後來會聚集了這麼多的移工 那第一廣場對移工的意義是什麼 那反過來看喔 那移工對於所謂的台中或者整個台灣的意義又是什麼呢 嗯嗯嗯是啊 第一廣場他其實他的位置 如果大家經過去台中旅遊的話 我覺得可能很多人都會經過這一個大樓 因為他其實量體非常的大 他在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交通節點 他就在火車站走出來大概三五百公尺的地方 然後我相信如果聽眾朋友或是呃 大家去台中台中旅遊的話 可能大家很經常會去一個地方 叫做那個公園眼科吃冰淇淋 就台中很有名的一個冰淇淋店 那第一廣場位置其實就在公園眼科的對面 就是他的斜對面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能很多去台中旅遊的時候 可能會不經意的就經過這個大樓 然後他在一個非常重要 就在台中所謂最主要干島就是台灣大道上面 那這個大樓他的位置就是在一個台中市非常市中心的地方 所以是剛剛像關老師講 他在過去曾經是那個地方是非常熱鬧的一個地方 他有附近有非常多的百貨公司 然後他在台中市中心一個非常精華的一個地段 那但是他為什麼後來會變成一個龍蛇雜族 或變成一個沒落的大樓呢 那其實有很多的因素可以來解釋 那幾個就是譬如說大家後來比較常講的 就是因為這個大樓他過去曾經在發生過火災 然後因為以前的那個消防管線的設備 並沒有就是佈置太好 然後後來因為發生過火災之後 他就開始沒落 然後另外在都市的傳說裡面 就那時候在台中連續有好幾起發生過很多 重大的這個火災的疑問 像是比較知名的 像是台灣 台中有個什麼 威爾看七七三定 對對對 那時候發生火災之後 然後所以在都市就有一個所謂的 幽靈船的一個傳說 然後他們就說這幽靈船的傳說 就是說在天空有一個幽靈船 他要再買100條人命之後才會離開 所以那時候威爾看大火之後 然後就已經快要買100條 所以他們接下來那時候就要看說 那下一個後來那時候過沒多久 就是第一廣場又發生了火災 所以那時候大家就傳說說這個 遊靈船間飄到一廣的上空去 然後後來還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來解釋 包含說其實一個 就是一個可能更主要的因素 是包含說台中的整個都市發展的重心 開始其實往西移 就沿著台中大島 就是現在的台灣大島 台灣大島 對 然後往西邊就是往就是 星光三越 然後整個市政府也是往這邊去移動 所以他整個商業中心 就是往其他地方去遷移了 然後原本 所以原本在這個地方 就是比較熱鬧這個中心 然後又被旁邊的幾個 包含中油百貨 然後一宗家跟其他的 其他的商業區發展起來之後 他就開始往外去遷移 所以他然後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稻草就是說 後來的1990年那時候 921大地震 然後後來又重創了這個地方的一個經濟 所以就變得說後來這整個大樓 他就變得招租都招不滿 就是越來越沒有人到這地方來消費 然後裡面的一個廠商都招租招不滿 然後所以他就變成這個地廣場 開始變得慢慢的越來越沒落 沒落之後就越來越少台灣人進去 那同個時間在90年代2000年初 就是這大樓開始沒落之後 那他相應的就是那個時候是台中 開始在高鐵站的那個時候 所以有非常多的重大的建設 就是那時候剛好引進了 就非常多的外籍移工到台中 這個附近去做非常多的一個重大建設 所以當這一些外籍移工他們週末 然後需要有個地方休息或消費的時候 這個沒落大樓台灣人不太願意再踏入這個大樓 反正變成了很多移工他們會去聚集的一個地方 然後他移工會聚集的幾個主要的因素 包含說這個大樓他其實在台灣 其實非常的獨特 就是我剛剛說的他的地理的位置 交通因素交通非常的好 對他在台中火車站附近 剛好也是一個公車跟巴士站 連結附近四五個縣市的一個非常主要的一個交通運輸 然後同時間他在一個這麼精華位置 又因為過去的商業沒落 所以裡面的租金變得非常的便宜 他讓很多低價的一些消費 跟低價的這些移動他們需要的這些產品 在一廣裡面可以去發展的起來 然後第三個就是因為台灣人他不再踏入這個大樓 然後大樓他又本身是一個封閉的一個建築物 所以他對於很多的外籍工來講 他可以在這地方反而有一種 對他們來講有一種安全感 就他不像譬如說大家經常 可能週末會在台北車站 或在中立的後火車站 看到非常多不一樣的 就是也是很多外籍工會聚集的地方 然後但這些地方他們比較多 大家看得到的商店 就是像是只有餐廳 就大家可能都會很熟悉在火車站附近 會有很多越南的餐廳 然後泰國的餐廳 但第一廣場他因為是一個 非常封閉的一個大樓 就是你基本上外面看不太到這個大樓裡面 他就是看不太到這個建築物裡面 就是大家裡面做什麼樣的消費行為 然後對於很多移工來講他反而有一種安全感 所以他可以開展出來更多不一樣 除了餐廳以外 他包含在這地方 他們有他們自己的金融 有他們的超市 然後有他們的美甲店 有他們的酒吧 有他們駐唱的地方 然後有他們的 甚至有他們的街霸之類的 所以這大樓他就長出了一個更完整的一個商業機器 然後所以我就覺得這個大樓其實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特別的地方 然後所以就剛剛提到的 所以這個大樓他對於就是對於很多的移工的意義 就是他在這地方 週末他可以找到一個可以安置自己身心的一個地方 就是大多數大家可能對他們的想像 可能很多還是停留在就是工作然後認真工作然後賺錢回家 但其實所有就是大多數移工跟我們的年紀也都差不多 可能就是三四十就是可能二二十到三十多歲 就是他們同樣就是在台灣除了工作這個面向以外 他們跟我們一樣有非常多自己可能想要發展自己的興趣 然後他們有自己想要的休閒的活動 然後這些休閒的一些店家在過去可能在很多其他的移工商圈裡面 並不能夠被完全的滿足 然後一廣這個大樓就提供給他們這樣的一個空間 然後然後相應的回過頭來說說 為什麼我覺得像一廣這樣的大樓 或者在台灣各地這些移工的商圈 他其實對於台灣來講我覺得也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地方 因為其實我們引進外籍移工從1990年代到現在已經超過30年 然後移工的人數在台灣也超過了70萬人 其實我在做移工的議題的時候 我很長有一段時間會覺得說他們在台灣的人口 這麼的已經這麼的多 然後可能就七八十萬 但是好像我們對他們的生活 就是我們對於他們的面孔好像還是很模糊的 就我們其實生活當中很少會去跟他們去接觸到 然後我覺得他們好像活在另外一個平行的這個世界裡面 那所以你又可以很明顯的看得到 就是他們在台灣的人口 就是外籍工在台灣人口是一直不斷在成長 這相應的就代表說 其實台灣對於外籍工的需求是越來越高的 那它其實就反映了像台灣現在 國發會預估說我們在2025年就會邁入一個超高齡化的社會 那台灣其實已經現在就是一個高齡化的社會 那高齡化社會有兩個很主要的特徵 一個就是說我們的勞動力的人口是相對的是少的 然後另外一個是我們的老年人口是相對是多的 那這兩個因素它都會必然的讓台灣 其實我們會越來越需要外籍移工來去幫助我們 不管是支撐我們經濟或照顧我們的長輩 那當我們需要越來越多外籍移工的時候 那他們如何跟這個社會可能更好的去融合 或者更好的去相處 然後以及我們作為台灣這個社會 可以如何去關照到他們的需求 我覺得都是現在會越來越需要去面對的一個議題 所以對於台灣而言 因為剛剛談到我們的所謂的過去的重大的公共建設 需要這些移工 現在的高齡化或是超高齡社會 也需要這些家庭看護的這些 這些家庭看護工的這些幫忙 那這當然就對台灣是一個非常重要 所以它的影響也不是只有在台中 整個台灣各地都是非常需要這樣的一群朋友 但是有趣的是你也提到了 這個地方是一個獨特的 就好像有點時空傳說 有點像搭了一個某種的任意門 對移工而言他可能工作 但是他可以在瞬間在禮拜六禮拜天的時候 進入到另外一個世界 在這世界裡面有非常完整的生活的支持 不管是娛樂的也好 或是這些其實飲食的也好 或是所謂人際關係也好 這個其實對他們講都是一個非常重要的意義 這也許就是你在書裡面談起的 某種地下社會的一個要貌 這讓我想起 好像香港的重慶大樓 好像也有類似的這樣的一種特色 這樣的一種特質 那當然你要去採訪 花了蠻多的時間 特別是我們看到 你甚至去搬到第一廣場 去住了一段時間 好幾個月吧 還是更長的時間 習慣嗎 你怎麼去做採訪 在這採訪的過程當中 有遇到什麼樣的一些困難 或者是一些挫折嗎 我覺得 因為我剛開始 我剛說 我剛開始去做移工的題目 或剛開始去第一廣場做的題目的時候 其實我那時候是一個非常猜的記者 所以我當記者第一年 然後寫了第一篇第二篇報道 我那時候就是一個剛從研究所畢業 然後第一份工作 所以我那時候其實沒有太多去做 就是我其實過去從來沒有做過這種跨文化的這種採訪的經驗 所以我一開始要去做就是移工的報道的時候 其實對我來講我覺得非常的困難 就是我過去沒有受過這樣的訓練 然後學校也沒有教我說要怎麼去做這樣子 語言然後跟文化都沒有都不通的一個情況 是這樣的採訪 然後剛開始 他又跟我們過去就是習慣的那種採訪方式不一樣 就比如說如果我對某個議題有興趣的話 就當記者有個方式 我可能可以找關注這個議題的一些意見領袖 然後可能或者關注這個議題的一些專家學者 跟他們先聊一下背景知識之後 然後請這些老師然後專家學者幫我介紹受訪者 但我發現這一套完全在移工的主題裡面行不同 就是就像我剛剛說的 我常常會覺得說移工的這個世界 他好像跟我們生活在另外一個平行世界裡面 我們今天我們很少會去真的認識到這些 就是外籍移工的朋友 然後他們彼此之間人脈也很難轉移的過來 就是那信任感是需要培養的 他對某些人有信任感不代表他對你有信任感 那根據移工的採訪 所有的採訪都會奠記在這信任感之上 然後我剛開始做這個採訪的時候 我就用了一些很土炮的方式 就要回想起來就是用一些土炮方式 我剛開始的時候就是我每個禮拜 我就從台北搭車到地廣場那個地方去 然後我就用的方式就是我會 我那時候就是找了一個翻譯 然後我就會隨機在路上 然後看到就是有外籍移工烙單 然後就會走過去 就會捕獲一個獵物的感覺 就會走過去跟他說 我可以跟你聊一下嗎 或者在一廣裡面餐廳 就看到人家在吃飯 然後座位空了一個空位 我就會坐過去說 我可以跟你們一起吃飯嗎 可以跟你們聊一聊嗎 就是用一個非常奇怪的方式 然後在那裡到處去攀談其他人 然後剛開始這樣子的方式 我還是做了一些採訪 我那時候還是訪了十幾個人吧 就是我其實收集到資料 我回來整理足字稿 我也可以就那資料寫一篇報導 不過那時候他們跟我的回覆 比如說我在問他們說 來台灣就是生活過的怎麼樣啊 然後就是你們的雇主啊 仲介啊對你們怎麼樣啊 然後得到回應都是說 很好啊 老闆很好 然後雇主很好 仲介很好 台灣生活都很好 就是他們給我的答案都是很短的 然後都是什麼事情都很好 然後就是那些資料我收集回來的 我也可以就那些東西 然後可能寫一篇報導 不過我心裡面就覺得很不踏實 就是我覺得他們好像還沒有真的準備好 跟我說他們真正的心聲 甚至對你也不適應的 也不知道你是誰 也不知道你到底收集這些資料幹嘛 是是是是對 然後所以後來我就會覺得說 後來我那時候就跟就是抱抱就是 報導的主管那時候討論說 那我可不可以就直接在這個大樓裡面 租一個小套房 然後其實算下來這樣子 可能比我每個月通勤來這個地 每個禮拜通勤到第一廣場 然後租個便宜的旅館 直接在裡面住一個小套房 可能那個成本更省 然後後來他們就答應了 答應了之後後來 我覺得那其實真的是一個 蠻有用的一個策略 就是我後來回過頭來想 就是我後來其實很頻繁的 其實他們就會一直看得到我 出現在這個大樓裡面 然後當時我去做採訪的時候 其實沒有其他台灣人進去 所以他們就會越來越習慣 有一個奇怪台灣人就整天 就是一直在這個大樓裡面走來走去 然後平常一到五的時候沒有這麼忙 我就會去跟裡面的這些新住民開的這些餐廳 然後去跟他們聊天 所以這些新住民越來越習慣說 有一個台灣人是在這個地方 然後可能想要做一個報導 然後想做個就是來去做他們採訪 所以這個台灣人可能真的是很想要了解 就是移工在台灣的生活是怎麼樣子的 然後後來我就真的感受到自己慢慢的變成一個局內人的一個待遇 包含說我開始走在這大樓裡面 就會有一些經常來的一些外籍工會開始跟我打招呼 他會主動邀請我一起給他們喝茶 甚至會邀請我去他們朋友的在慶生的派對裡面 然後所以我就是慢慢的我覺得可以融入到這個地方 然後我也覺得說他們開始會開始跟我分享到 他們在台灣這會是遇到一些狀況 包括他們在台灣可能會不小心就是意外懷孕 然後生下小孩這個狀況 或者是他們在台灣就是他們會一直跟我提到 可能他們在台灣遭遇植栽的一個狀況 然後所以我覺得從一廣那時候建立這個信任感之後 後來慢慢去衍生開來非常多不同的一個關注的一個面向 所以我自己都常會跟同學們談說 做一個新聞工作者或是一個媒體 他應該是具有人類學家的這些基本特質跟能力 就是說特別是這個包括所謂的觀察能力 包括信任感的建立 當然有沒有看到 你才透過一般的採訪的方式的時候 那個牆是非常的硬 那甚至你可能會覺得沒有 但是其實你會覺得有點怪怪的 還好像告訴你 但是又好像沒有告訴你真實的事情 所以一旦進入到田野當中 你所觀察的所謂的面向看到這些狀況 是非常非常不一樣的 所以我蠻推薦大家看這一本書 這本書不是只有看到一個移工的議題 你在看這本書的時候 你也看到一個記者他怎麼樣去突破一些在文化上面的限制 或是人跟人之間的這些距離 慢慢的取得這個信任的過程 我覺得是非常非常精彩的部分 那不過我們還是要回來談一下移工的議題 我想也許勇達先跟我們講一下 就是台灣當年為什麼會開始引進移工 那移工進來之後 他其實當然我們對於所謂的移工的想像 就是要補充台灣的勞動力 那在過去可能高齡化的問題還沒有那麼嚴重 少子化的問題好像也沒有那麼嚴重 所以我們就開始引進移工 那個時候政府或者是這些大的企業 對於移工的想像是什麼 是 因為我在做這個議題的時候 我對於 我對於當初引進這移工政策 我自己也很有興趣 所以後來其實在這裡面 我怕說這30年 就是台灣引進移工政策的一些變化 那其實回過推回去 其實最早在討論 就外籍移工大概在從80年代的時候 那開始就有很多的討論 那時候 那時候台灣出現幾個狀況 一個是說台灣那時候經濟起飛 就是一個所謂台灣前煙角木的那個新年代 就是一個經濟非常好 所以很大量的一個勞動人口 其實是從工業部門轉移到了服務業 就轉移到了服務業這部門 就是越來越多工廠裡面的工作 是沒有人願意去做的 那台灣其實原本的經濟是一個非常 仰賴勞力密集的這樣的一個製造業 那包含說紡織啊 然後或是金屬製造業 它都是台灣原本就是非常重要的這個製造業的一個基底 然後當越來越多的就是台灣的台灣年輕人 不願意進到工廠裡面去工作的時候 然後這個時候 再加上整個非常多的一些重大的工程 然後越來越多的重大工程 也沒有台灣人 然後願意去做的時候 那時候開始就是企業界裡面 開始一直不斷在喊缺工的這個情況 然後喊缺工的情況 他年代的其實一開始他們就一直不斷去 去施壓當時的就是國民黨政府去開放就是引進外籍工 但剛開始政府的態度對於引進移工是非常的保守 那時候是非常的就是很不願意去開放就是引進外籍工的 然後那時候因為那時候就有非常多的一些評論 那時候是回顧去看前一個 那時候比如說在德國在二戰之後 他們也經歷過同樣的狀況 他們就是德國二戰之後 他們開始就是要開始經濟復速的時候 他們也是非常的急需勞動力 所以他們就從鄰近的土耳區去引進了所謂的客工進來 然後這個客工就從德國開始發展起來 那他客工顧名思義就是把這些工人當作是一個客人 客人就是說不能夠成為這個土地真正的主人 所以他這個政策那時候德國做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 這個政策的一個精神就是讓這些人擁有一個特殊的簽證 那這特殊的簽證就是說 他們永遠都是拿一個臨時的一個居留證 然後他們並不能夠依這個工作的簽證去規劃成一個移民的一個狀態 那但當時就是德國他們在發展的時候 後來他們也開始發生了非常多的一個弊端 就因為這些土耳其客工他們開始來到德國開始工作之後 後來他們慢慢的發現到這些土耳其客工就是留下來 然後他們開始他們並沒有後來即使取消這個簽證之後 也沒有辦法真正把這些土耳其客工給送回去 然後他們開始去融入德國社會的時候 發生了非常多的一些紛爭的狀況 所以那個時候台灣政府就很擔心 這樣的狀況會在台灣發生 所以那時候是非常激烈的想要反對 去引進東南亞的外籍工 但後來有個非常大的一些轉折 包含說台灣那時候在國際上面 就是從中華民國跟美國斷交之後 然後我們外交地位開始節節敗退 然後我們非常多的就是原本的這些方角 我開始跟台灣斷交之後 然後這個狀況他讓當時的就是國民黨政府 成為一個軟性的一個威權政府 就變得說他要去延續他在就是國內 在島內的這樣子的一個統治的正當性的時候 他開始必須去跟更多的台籍的這些資本家去合作 所以他開始在國民黨中常會裡面 去納入更多這些台籍的這些資本家 所以變得說非常多這些企業跟資本家 他在國民黨裡面開始有這些話語權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時候來在開始90年代之後 後來有越來越多 因為台灣他開始這些製造業 他沒辦法去聘請到他想要的這些便宜 然後的這些勞動力的時候 他們開始有越來越多的一些台廠 開始準備要西進到中國去去到中國去設廠 所以那時候有另外一個面向就是 越來越多的台廠他開始往中國去設廠 那對於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來講的話 他最害怕的事情就可能是在台灣這些製造業 在台灣資本家全部都外移到中國去 所以在這幾個面向的交迫之下 後來變得說後來政府的態度就慢慢軟化 然後後來他們就願意說好 那他們就非常快速 我記得當時應該就是 郝博春在當行政院長的時候 他基本上就是一錘定音 他就是在行政會的一個聯合會議上面 然後他開始說要去重視 就是企業家資本家他們提出來的這個缺供的訴求 所以後來很快速的 然後委會就開始組團去 開始去到新加坡到其他國家去 研理到底如何去訂定整個 就是移工引進的這個制度 然後後來就變得就是從1989年那時候 我們開始第一次是用一個專案的方式引進來 就是現在四個水屋 那時候是只有一些重大的工程建設才可以去 就是使用這個外籍工 後來在91年的時候 我們開始修了一個就業服務法 成為一個引進外籍工的一個基本的法條 然後後來一開始是一個 我們還是採取一個非常嚴格管控 只有某一些產業可以去引用 然後就某一些特定的產業 然後他們只能夠使用非常少數的數量 第一年的時候 台灣那時候開放的外籍工只有3000人 但後來他們就感受到引進之後 就越來越多資本家一直不斷去跟政府游說 然後他們這個壓力就越來越大 所以後來其實在非常短的時間裡面 就從應該在五年裡面 就從原本的3000 然後開放到就是十多萬的外籍工 就要成長速度非常的快 然後後來就是一直不斷的開放 到現在已經超過70萬人 不過這邊其實就是過去也談到 剛剛也談到說在這一開始政府是保守的 但是慢慢的希望這些財團能夠留在台灣 或者是財團有某種的勞動力的需求 使得我們這樣的一個大幅的開放 但是我覺得一個更前面的關鍵 也許就是後面造成這些現象的 台灣很多所謂的移工問題 或者是移工議題必須要特別關注的一個原因 就是你剛剛談到那種客工制度 就是那個制度在一開始的想像 或是把這些人 只是當作一個勞動力的補充 並沒有像是在其他國家 他們可能會有長期的這種關係 或者是怎麼樣 不只是把它當作是勞動力 可能更看到是一個完整的個體 或者是一個來協助我們的朋友 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有兩個部分 一個就是因為經濟的需求 它變成是一個勞動力的補充 可是也因為這個態度上面 使得我們看到這些人的時候 還真的看到勞動力 那這個勞動力是隨時可以替換的 隨時可以走的 然後又擔心這個勞動力變成是 移工變成移民的時候 會造成台灣更多的問題 我覺得後面一大堆的問題 或許都是來自於一開始的這些 各種不同的角力 以及這個想像所造成的結果 我們先休息一下 待會再回過頭來跟勇達討論 就是在這個過程當中 從移工到台灣來 現在所面臨到的狀況是什麼 因為我們都會覺得 台灣是一個人情味非常濃厚的地方 可是這本書卻提到 對很多或是部分的移工而言 台灣是一個危險之島 那到底有多危險 我們先休息一下 我們再回來討論 歡迎再次回到燦爛實況會客室 我是節目主持人管忠祥 燦爛實況會客室有YouTube頻道 歡迎大家訂閱收聽收看 也期待你可以透過捐款的方式來支持我們 因為您的捐款才能夠讓獨立媒體走得更遠 正好做更深度的報導以及討論 讓我們一起聽見微小的聲音 今天在節目當中 要跟大家介紹的這一本書 是移工主體的地下社會 跨國勞動在台灣 我們邀請到的是作者 今天詠達來跟我們一起分享 詠達你好 管老師好 各位線上的聽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詠達 我們在剛剛稍微談到了這本書的寫作的歷程 以及包括在當時30多年前 台灣為什麼會開始引進移工 以及對這些移工的這些想像 當然我們接下來要繼續談這本書 很多其他更重要的一個地方 當然這個是在政策上面 從台灣的角度我們開放的原因 當然我們看到了一些在有關移民移工的理論當中 他特別會發生在一個所謂世界體系的角度來看 就是所謂推拉的關係 就是國家跟國家在經濟上面的不平等 所以這個所謂經濟上面的差異 所以導致的這些移工會產生流動 這種說法彷彿是因為這些移工好像是被迫要推出去 或者是往某個地方去 所以那是一個不得不的結果 可是我覺得你在這本書裡面談到 這個所謂的移動的現象 好像不是那個大的架構式的問題 因為對每個移工的個人 或是對每個移工的家庭 似乎都有不同的移動的理由跟原因 這是我覺得這本書非常有趣的一個地方 其實我自己在後來在寫這個書的時候 然後我有幾年的時間開始在不同的方法 在中研院 然後在美國 哈佛大學做訪問學的 就是我後來開始對於遷移的這些理論 或者一些文獻是很感興趣的 所以我希望進行在書裡面去補充這一塊 其實我也覺得說遷移的動機這一塊 從大家一開始過去去討論這個議題 都會覺得他們好像是一個彈珠台上面的彈珠 就是我覺得他常常就會覺得好像推拉 就是他好像這些人是沒有自己的一個能動性 就是他因為外面的引力 就是他就往哪個地方去彈跳這樣子 但我覺得你不管從實際上我第一線去採訪這些外籍工 或者是其實後來去看非常多 其實更多在更細緻的討論遷移理論的時候 都會發現到其實他並不會只有像單純的推拉理論 這麼樣子的一個簡單 他其實有非常多不一樣的因素 包含說在很多東南亞的國家裡面 然後他們其實要去做這個遷移的決定 通常是一整個家族一起做這個決定的 那譬如說我在書裡面那時候去訪問一個越南的一個家庭 然後就是像軟文件他們家好了 那他們家就是一個我覺得很典型的一個遷移的一個安排 就譬如說他們家一共有七個小孩 然後這七個小孩裡面 他要指派誰出國去工作 他其實是一個整個家族可以有很審慎的去評估 然後做出來的一個決定 他們通常大多做一共家庭 他們通常就是農地 就是他們通常的話是老大 就是最大的小孩 他會留在家裡 可能就是幫忙著爸媽一起繼續做就是耕田的工作 然後其他的兄弟就可能會外出到鄰近的省份去工作 然後他們通常會指派可能家裡面最貼心最乖 就他們可能父母覺得可能是最就是最照顧家庭的這家庭成員 然後出國去工作 然後他負責可能賺錢回來 然後其他的這些兄姐他外出去打工的這些費用 就是回過頭來去幫這個要出國去工作這家庭成員 去幫他支付其他的仲介費用 然後但他們還是要有一個最保險的一個狀態 就是如果當其他的兄姐外出去賺不到錢的話 他們還是要一個家庭成員是維繫住家裡原本這個農地的一個耕種 所以你可以就發現說他們去指派這個家庭成員去做不一樣的任務的時候 他們是非就是是整個家庭一起去參與做的這樣的一個決定 然後以及這個出去出國去工作這家庭成員 他必須去幫助回過頭來還是他賺的錢並不會就是只有回到他自己 他不是必須回饋到整個家庭 包含照顧到他其他哥哥姐姐的這個家庭裡面 所以這個所以我就覺得在討論這輕易理論裡面 他有非常多不一樣的一個面向 然後包含其他的就是更個體的面向的話 其實有很多的人很多的學者在討論說 他並不是只有單一的經濟面向 就是在我們剛剛講這個世界的體系裡面 他並不只有說他到某個國家裡面去工作 就是只有單純的因為這個國家薪水比較高 他其實有另外一個是對這個國家的一個想像 就對這個國家的文化的一個想像 那比如說我以前小時候看過的那個電影 蘋果的滋味 對 就是他並不是指 就是對於很多大多數的人 他就遷移的這個面向來講 看重的除了經濟的面向 很多還有文化上面的影響 以及對於那個國家 他很多文化或者生活的這種想像的一個面向 那其實後來去訪問非常多外籍工 他們當你問到他們為什麼來台灣工作 或他們對台灣的印象什麼 就很多的移工 他們就會提到可能流星花園的 或者台灣的偶像劇 就他們對於台灣的面向並不是那麼具體的說 在台灣平均薪資多少 他們其實對台灣的這個生活 是用一個非常其他的文化建構出來 他們就在台灣生活可能有很多的 像我那時候問他們 他們都覺得他們來台灣以前 覺得台灣可能到處都是高樓大廈 然後可能常常都會有什麼富家公子 跟就是可能窮女孩 都超厲害的 看到道明寺啊這些 對可以看到道明寺啊 他們對於台灣的生活 有另外一種這樣的一個想像 所以我覺得回過頭來就是 所以我覺得就遷移的這個理論跟動機裡面 他其實有很多大家可以更細緻 可以去討論的一個面向 我覺得這本書非常有趣的地方 也是我們在看很多個移工論述 或者是一些這些理論上面很不同的地方 因為你在這本書裡面不是看到那個大的架構 或是那些所謂的政策的問題 或者是某些的衝突 你會看到很多更細緻的個人 以及這個個人裡面的生活 以及對台灣的想像 這都是他們可能會來台灣的一個原因 不過來到了台灣 呃可能充滿的各種的想像 不管是要賺錢也好 或者是要這個某種文化上面的這種感染也好 但是到台灣之後 其實他們不見得都能夠如自己所願 所以你在這本書裡面也提到 對很多的移工而言 台灣這個地方其實是一個危險之島 是是 其實我第一次聽到這個他們講這件事情之後 我那時候也非常的驚訝 就是我印象非常深刻那個場景 我那時候在台中第一廣場住 開始後來跟一些就是移工他們很熟 那時候我就會陪幾個熟的 他們會經常去踢足球 所以在台中東海大大學 有一個很大的足球長 很大的操場那邊踢足球 然後反正有一次他們在練習 然後就跟一個比較熟識的 越南移工在場邊聊天的時候 我就看到他一直在滑手機 我想說他在看什麼 就是他就給我看了那個社團裡面 就是到處都是他們的同鄉 然後可能有誰死掉 有誰重傷 然後他們開始在募款 然後希望同鄉可以幫忙 然後他那時候就在捐款 就在下面留言說他要捐多少 這樣子 那其實那個行為對我來講 我覺得對我來講 蠻印象深刻的 一來是說我覺得像很多的移工 他們在台灣 一方面他們賺的薪水也沒有太多 他們要去繳中介費的貸款 又要寄錢回家 還要留一些給自己用 那他到底為什麼還會有多餘的錢 他會想要去回饋給他的社群 會想要捐獻給他其他的同鄉 所以那時候他捐獻的行為 就對我來講我覺得很 就是蠻困惑的 然後所以那時候就問他 他那時候就跟我說 他覺得他們自己同鄉 在社團裡面大家都在講 他們覺得台灣是個危險之道 就他們覺得有命來 不知道有沒有命可以回去 所以他們就大家都會做這件事情 就是可能在別人有需要的時候幫忙捐錢 然後或者他們有一個攻擊金 就他會很希望說如果有一天他在台灣不幸 就可能死在台灣的話 他也希望有人可以幫忙他做這些事情 就是幫他在異鄉收屍 幫他就是在台灣有告別式這個樣子 然後所以那時候他們講這些那段事情 對我來講印象很深刻 就是我在台灣就是從小長大念書工作 就是你聽到的都說台灣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然後我們是一個很重視人權的地方 然後同樣都是在外國遊客的眼裡 就是台灣是很安全的 然後很適合旅遊的地方 怎麼會在另一群外籍公的眼裡 台灣是一個危險之道 然後就因為這個頭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這個事情放在心上 然後過沒多久 那時候就發生就是異工宿舍的火災火警的新聞 然後我就看到我認識那些異工朋友 他們在臉書就一直不斷張貼這個訊息 又要捐獻 然後點出貼出他們那時候有些直播的影片 就看到逃出來的工人在地上哀嚎 然後就是他們的鄰近的親朋好友 聚集在那個宿舍的周遭 然後大家在就是痛哭的話 就對我來講 那對我來講是一個很印象深刻的一個畫面 然後後來我就開始慢慢的 後來就想要去做這樣的一個題目 就除了說我就是當時我就陪著 在台灣臨難的這些越南移工的家屬 跟著他們就走這個屍骨還鄉的道路以外 然後另外我也想從就是數據面來去調查說 到底是不是真的如他們所說的 就在台灣工作真的是對外籍移工來講 真的是有危險之道 然後後來從勞動部他們提供數據裡面 的確去看到說就是長期以來20年來 就外籍移工他們在台灣 職災失能的比例是同樣做藍領工作的台灣籍的勞工的三倍以上 然後他們在台灣職災死亡的數字也是一直以來都非常的高 那這個數字又在非常多的就是專家選擇 或者在很多做移民工的運動的這些專家裡面 他們會覺得這數字又是被嚴重低估的 因為對於政府裡面他可以去掌握到同一數字 就是這個移工他去發生職災以後 他必須去跟政府申請職災補償 他就要走政府的程序以後 他才會在政府的統計資料裡面去登記一筆 但是其實大多數我所認識到的外籍移工 他們大多數並不會真的去走上 政府申訴的這條路線 很多的外籍移工實際上狀況 因為這也可以回過頭去講一下台灣移工制度的設計 就是我們把這個移工的工作權跟居留權 其實是綁定在雇主的手上 意思就是說一旦這個移工他失去了工作以後 他就必須被就是遣返出境 那對於很多的雇主來講 他就有一個籌碼 或者他就有一個很大的權利 就是當這個移工如果受傷以後 他可以找一個可能隨便的理由把它開除掉之後 那他可能就必須被遣返出境 所以他變了很多的移工 他其實一來他不敢去申訴 二來很多的雇主 發現就是他工廠裡面或照顧的看護受傷了之後 他就可以找個理由把他給開除遣返出境之後 他可以再換一個新的工人進行 整個的權利是掌握在雇主的手上 那移工他當然會害怕 所以他也不敢去做 剛剛談到這種申訴 或者這些相關的程序 所以你的意思是說 整個的受災 直災的狀況是完全被低估的 可是低估的狀況底下 我覺得那個數字也蠻驚人的 是台灣的三倍 對 所以他整個 我可以去理解到他們為什麼 他們整個認知裡面 會覺得台灣工作是一個很危險的地方 然後包含後來我去問了一個 就是幫很多越南人 在超度的一個越南的法師 從他自己第一身的經驗裡面 他自己也去提到說 他可能一個月常常要去幫很多不同的 就是越南的工人去超度 他可能一個月就收到二三十期 但是在然後所以他就覺得 在台灣的是同一數字 他也覺得被嚴重的低估了 就他光是要第一線 然後他也知道說 他不可能去接觸到所有 在台灣傷亡的這些越南人 但光是他第一線 他去接觸到 他需要去超度的對象 哪個月就這麼多了 你剛剛那個一個現象 讓我非常的震驚 就是他們還要自己去籌款 然後去設立一個基金 這個供基金是一旦有自己的同鄉 遇到了這個殖災 他可以去協助他們 我覺得這個是讓我覺得非常不可 應該是說很丟臉吧 就是整個這個社會裡面 怎麼會讓這種事情發生 我覺得是一個非常讓我覺得 不可思議的一個狀況 對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一個保險 可能非常原始的一個概念 就是你當很多的少數族裔 或是移民到了一個新的地方 你很需要你同鄉 或是你這個社會 為什麼大家到一個新的地方 你會很持續去建立一個自己的社會網絡 你要重新建立起自己的人力關係 因為你就會很需要這些社會關係 如何去保護你 然後如何在你需要的時候去幫助你 然後我覺得這也是一個保險 很原始的一個概念 就是大家在你的薪水裡面 不管你過得再辛苦 你可能還是願意會撥出一部分的一些金錢 然後去照顧同鄉 因為你也會預料到你有一點你可能也可能會需要 就是你的同鄉回過頭 或這個錢回過頭 這當然是一種同鄉的情誼 相互的協助 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感人的地方 但是在反映出這個國家的這個職災 或者是相對的這種保障 或是這個勞動環境跟條件是很有問題的 所以這些人必須要自立自由基 必須要用最原始的方式 你剛剛最原初的這種保險的方式來做 可是這裡有回到一個更後面的一個問題 就是你剛剛提到說 他們已經在這個過程當中薪水不高了 然後中間有層層的 某種的層層的剝削的過程 那他還要去做這件事情 我覺得那個其實是讓大家覺得 哇更心痛 更大家覺得是一個更憤怒的一種狀況 所以請你談一談 這個所謂的移工的產業鏈 從最早開始一直到台灣的這些實際的工作 從他們母國到這邊 有經過哪些的環節 有哪些的過程 那裡頭的這種剝削的問題 或者是這些金錢的問題 又是一個什麼樣的情況 使得他們的薪水 事實上實際拿到的是非常非常低的 是 因為關於仲介這題目 也是我後來一直非常好奇的一個主題 就是你如果做移工的題目 或你關注移工的議題一陣子 你一定會想要聽到一個說法 就是移工他們來台灣 要支付高的仲介費 然後他們有很多薪水被仲介剝削 但是對我來講 我也有一段時間 就做題目做久了 我也很好奇 他們所謂仲介 這些仲介到底是怎麼樣的一群人 他們到底是誰 然後這個所謂的高的仲介費 到底是怎麼樣的被收的 然後所以後來我在19年1819年那時候 然後那時候我就曾經 後來我就開始轉做VLens之後 我就自己自費到越南去採訪整個仲介產業 我就從越南的農村開始 我想要去看一個越南的移工 他怎麼樣從農村一步步經到台灣來 他中間到底會遇到哪些人 就從一個農村開始 然後包含他們在第一個 在村子裡面會遇到的 假如就是所謂的牛頭 牛頭就是所謂的介紹人 農村的介紹人這個角色 那這介紹人他的工作 就是要把這些想要出國的 這些年輕的工人 然後把他轉介到他們的 就是河內 就是他們的首都河內的 這個所謂的仲介公司 那裡有一整條的所謂的仲介街 那就到那邊去採訪 然後經過了就是 越南仲介之後 然後他就會跟台灣的仲介給對接上 然後到台灣的仲介這邊之後 然後他再到就是後來再到 就是各個不同的 就是台灣雇主這邊去工作 然後那時候一整個產業鏈裡面 去訪問大概 從越南到台灣訪問 將近30名的仲介 然後包含中介產業裡面有非常多角色 除了牛頭以外 他們有就是負責 像在越南那段 他們有對應海外仲介 對應台灣仲介的業務公司的業務 然後包含他們 在台灣這邊他們也有 就是對於台灣 對於應台灣雇主這邊的業務 然後有仲介公司的老闆 然後負責體檢了 然後整整整行行就是方方面面的 的這些角色 剛剛就是官方提到 就是這所謂的高爾松這些被盜 是怎麼樣的被收取起來的 這到底是怎樣的被墊高的 那後來就我自己的採訪裡面去發現說 其實有一個非常重要的 一個面向就是 在這整個產業裡面 就是最強的barking power 後來是靠近台灣的這一段 就是他衍生的就是 因為這整個產業鏈裡面 是由台灣的政府 他去發給台灣 部署一些所謂的配額 這是quota 那這quota是說 你可以到海外去聘雇多少的 就是外籍工進來 你可以把它想像成 就是一個工作機會這樣子 然後這工作機會 他把它包裝成一個商品 到越南這邊來買 所以大家要買的 就是一個來台灣工作的機會 那所以這個barking power 在台灣這段會最強 所以衍生的 就台灣仲介 他去承接了台灣故族這個權力之後 所以他在整個產業裡面 barking power最強 所以意思就是說 這整個就是對於一個越南工人 他如果到台灣來工作 他可能要付5000到7000美金 這樣的一個仲介費 然後其實大多數 他都會把這個整個產業鏈裡面 可能barking power最強 就是大多數是台灣仲介 從中間拿走了 就是很高的一個部分 那大家如果把它想像成 就是比如說在台灣採購裡面 像通常就是採購這一方 就是想像是台灣仲介 是跟越南的仲介去買這些工人 所以採購的這一段 他通常都會去跟 去要去所謂的這些回口 所以這整個產業 高的仲介費5000到7000美金 都會將近有4000美金 就是台灣的仲介 去跟海外仲介要的 所謂的回扣的金額 那其實對於大多數 在越南的這一端裡面來講 他們真的去拿的到 仲介費裡面其實拿的並不多 因為他們相應的 你可以想像 其實對於越南的人口很多 他們要出口的 出國工作的人很多 所以在越南的仲介這一段 他其實沒有那個動機 要在這一邊 他就把錢收的很高 他其實如果要獲利的一個方式 他可能是說 那我要越快的 讓越來越多的工人 出國去工作最好 他要一個是清庫存的概念 他不要讓越南工人 留在他自己的仲介公司裡面 所以他會去要的不多 然後所以他對於海外這邊 台灣仲介要的這個回扣金額 他通常也是會願意去答應跟配合 反正整個同胞起來 就是讓越南急著想要出國的工人 去把這錢加在他們身上 但現在時間的推延 所以越來越多工人 要出國工人也知道說 自己會被收取非常高的仲介費 然後也包含就是國際勞工組織 或是兩邊的政府 都越來越想要介入去管理仲介產業 然後包含勞工自己的勞動意識也提高了 所以現在他衍生出來 當這些仲介兩邊仲介 想要再合力去收取這麼高的仲介費 其實已經越來越困難 所以他們可以衍生出來另外一個模式 就是說 讓這些工人 他們開始會去提供很多虛假的一個資訊 比如說他就開始去匡辯他們說 在台灣這個工作 他到台灣去他可能平均 他們就開始去跟他說 這個工作在台灣很平均每個月會加班 這四五十個小時 那你算下來這整個就是加班費的話 你可能就是你一個月就可以把這所有仲介費給還完 然後就對於很多想要急著出國 因為他已經對於想要出國工作的工人 他已經不是說我想要一個來台灣工作機會 他會去更仔細的比較說來這個地方 他到底是做什麼工作 然後我算下來加班費或整個勞動條件會不會是比較好的 那變成那些中間人他掌握資訊的這個不對稱的一個狀況 所以他們開始會用很多虛假資訊在裡面去鼓勵或匡辯那些想要出國工作的這些越南的工人 然後另外一個他們會做的方式就是他們開始去用借貸的方式 因為他們就開始會讓這些外籍工他們在台灣還要支付仲介費之前 一開始他們可能還是用按照法律規定收很低的這個中結費 但他們後來就會要求他們去簽一個貸款 就是要求他們這筆錢他不能用自己的錢出 他必須去跟他們指定或他們自己經營的這個貸款公司去借貸 然後同時間讓他們簽下了一張就是台灣法院這邊 就是台灣這邊的這個本票 那本票上面已經就直接會註明說就是以台灣某某法院管轄 那他們做這個整個一個方式就是讓這個中結費 他變成是一個私人借貸的關係 所以當其他各國的政府或NGO想要介入再來調查 中結費的時候 他們就可以把它轉換成說這個筆錢並不是中結費 他是移工跟我們公司的一個貸款的關係 私人借貸的一個關係 所以變成其他人已經沒辦法再去智慧 就是說這筆錢到底是怎樣子 可能是個高額的中結費 然後同時間他們在整個借貸契約裡面 他們一開始收的本金並不高 但他們把所有的利息 把它是算在這整個借貸契約裡面 包含說他們外籍移工來台灣 他們可能每個月要去繳納的這個本金跟利息 那利息大概算下來大概是40%的非常高利息 對 然後這個其實在台灣 就超過20就已經是台灣重利罪的一個上限 然後他們其實在這個借貸合約裡面 他們把它拉到40% 然後這40%他又因為這個借貸契約是在海外簽的 然後又不受台灣法院的管轄 不受我們的法律的規範 對 所以他們就變成兩地 就是想出了一個我覺得非常缺密跟完美的一個剝削的這個債務鏈 就是到現在目前為止 所以你就看出來他們現在開始變化 從各種各樣不斷的方式 他們還是想要去維繫住自己的這個利潤所在 所以這其實簡單來講就是把它當作是一個勞動力 這個勞動力變成一個商品 在商品的過程當中我們要不斷的賺錢 那轉件的過程當中 怎麼去規避法律 怎麼去做這種所謂的成本的轉移 怎麼樣從那個可能應該明定的東西 而轉換成一種地下的這種借貸的過程 然後在過程當中又利息滾利息 哇這個實在是太複雜了 在這本書裡面 其實更詳細的在跟我們討論 到底是如何的複雜這個過程 所以這樣簡單的一聽就會發現 哇那實際上拿到手上的東西其實並不多 那剛剛也談到這整套的這個所謂的移工的 產業鏈的這個過程 其實是跟這個仲介制度是有很大的關係 那如果再回到我們更前面提到的是 其實我們會產生這些問題 就是因為你把它當作是一個純粹的勞動力 那你是用一種客工的概念去談這件事情 所以引定這些移工 然後後來又中間的這個仲介的過程 所以使得他變得非常非常的複雜 而且他也是一種不透明的狀況 最後一個問題我想要請教勇大 那其他國家是怎麼做呢 既然這個制度有問題 我相信在台灣的這些移工的團體 也抗議了非常長的一段時間 那有沒有什麼實際解決的做法 你在你的書裡面 也提到了日本跟韓國的經驗 他們又是怎麼樣去面對這些問題跟現象的呢 我覺得台灣跟韓國 我們大概引進外籍移工的時間比較接近 而且韓國跟台灣一樣 一開始也是仰賴的私人重界 那不過後來很快的 韓國他們就發現說 就是你大量的仰賴私人重界之後 開始有發生非常多的病病 就是這些重界跟移工之間會有很多剝削 苛刻的這樣的一個情況發生 就很多的抱怨了 然後後來對於韓國政府他們在 就後來很快的就決定說 那他們要整個轉型成說 那他們不要仰賴私人重界 他們就是一個G2G就是國家對國家 政府對政府這樣子直接聘僱的一個制度 然後他們就是由國家直接 就是跟海外的 這些移工輸出國直接去談一個契約 就是他們的這個名單 要出國工人直接放到一個網站上 然後讓台灣的固域直接到這網站上面 來去直接選工或是面試這樣 就是一個G2G的這樣一個模式 那日本的話 他們正式的引進外籍移工的時間比較晚 那他們其實之前都一直是處於一個 我們所謂的組合 就是所謂的這實習生這樣的一個制度 那這實習生的制度 他其實其實他的根本的本質 跟台灣的移工制度其實是一樣的 那他們的模式跟台灣也是比較類似 他們是用中間有非常多這些 所謂的組合 組合其實跟台灣仲介公司很像 不過它是一個更半官方的一個性質 那他們在這個裡面 他們其實就是有非常多 就是對於如何聘僱這些外籍移工 他們在一開始這個規範裡面 就寫了非常的詳細 那包含說他們從一開始就規定 這些外籍移工 他從就是從海外到就是日本買 他的所有的這些費用 是必須由雇主支付的 就是雇主支付原則在很早就被寫進去 這包含他中間培訓的這個費用 然後他訓練的費用都是必須雇的支付 然後以及要付給這些組合 或付給重建的錢 這是所謂的服務費 他其實實際上就是應該是由雇主去支付 因為雇主才是真正需要這個服務的人 所以然後以及再加上他們的組合 因為我說他是有半光方性質 所以他們有個很強就是一個 他們勞檢的頻率 就是他們的檢查的頻率非常的高 因為這個組合他們在各地都會有個派監察員 他們每個禮拜就是每個月 他們都會到各個商家或廠家 然後或者是農戶裡面去做檢查 特別拉高的檢查的頻率 然後然後這兩件事情就是檢查這件事情 就在台灣是比較難去做到的 那這是政府的一個角度裡面 如何透過一個是對於日本來講 他就是用非常縮密的去檢 就是透過拉高檢查的頻率 再加上用比較高就是比較重罰的一個方式 然後去讓這整個制度上軌道 然後韓國是直接把它轉型成一個 居土居的一個方式 那不過我還想再提另外兩個 我覺得現在在是很值得去關注的另外兩個 去改變移工制度的一個很重要的潮流 那就是現在大家都講的這個ESG的一個面向 那其實對於可能大家過去猜猜ESG 聽到比較多是環境的面向 但其實現在越來越多在海外這些品牌商 他越來越去要求在海外的供應商 他們必須去做到就是人權面向的一個禁止的調查 那這人權面向的禁止調查 他就是一個非常對於這些海外品牌商來講 他去關注這些供應商 他第一個去會關注到就是這些海外供應商 他在產業鏈上面去僱養的外籍移工 他們有沒有被要求去繳納這個仲介費 因為對於他們的觀念裡面來講 你要去工作之前 你必須先繳一筆很龐大的這個仲介費 然後以至於你在工作的前面一年 或者前面一年多必須去負債勞動狀況 是一個在他們認知裡面構成的一個強迫勞動的狀況 所以當他們要去調查海外的工廠的勞動人權的狀況的時候 他們第一個想要去target的這個目標 想要去治理這個目標 就是去治理這個海外移工的這個仲介費的一個狀況 那這是一個我覺得也大家可以值得去關注這個面向 因為尤其對於台灣來講 其實我們最主要的經濟的基底 我們就是在做電子就是電子消費品的代工 然後以及我們做了非常多各式各樣代工 所以對於台灣來講 其實製造業代工是一個我們經濟的命脈 那當如果西方的品牌商他們開始去推的行 這個所謂的人權禁止調查之後 然後另外一個值得去觀察 也是包含說在歐盟跟美國 其實越來越多是另外是他們以國家的方式 去推出了越來越多的人權法案 他們要求說在這些如果以歐盟境內來講的話 就你在歐盟登記就是你在資本的超過就 超過一定金額以上這些大公司 你都必須去對你海外的公司 海外的供應商去做這個人權的調查 這兩個面向都會讓台灣接下來 我覺得在產業裡面 然後在人權治理的面向上面 會有一些我們必須去更審慎面對那個情況 然後所以我覺得在這個議題上面 一來不管台灣我們在移工人數越來越多 然後在日韓他們因為在缺工 在超高原社會裡面他們開始有更多不一樣去 他們在移工的政策上面有更多不一樣的一些轉變 然後有提供更多給外籍公的這些保護 然後再加上第三個不管在海外的品牌上 跟在海外這些國家他們在極力的在推行 這所有人權進行調查 我覺得這三個面向裡面所提供的這些能量 這些力量都會讓現在這個時間點 就是大家可能會更急迫的想要必須去認識 就是外籍公的這個主題 對 所以講那有三種做法 一種就是剛剛談到韓國的是G2G 就是政府對政府 然後中間的仲介是不要了 那第二種像日本他可能仲介還有 可是那個過程是透明的 然後那個必須是課責必須要去做勞檢的 然後重點是他的這個仲介費用 怎麼會是由這個移工來付 而應該是由這個雇主來付嗎 那第三個就是最基本的企業社會責任 就是你要做一個好的企業 你本來就應該負社會責任 而當我們在開始在變成是一個全球化 已經越來越很難明確的是哪一個國家歸屬的狀況底下 上下游的環節都應該要負擔責任 要不然你其實你自己就別想做生意了 那不是一個國家門面難看的問題 是包括人家也不想跟你做生意 因為人家早就已經是非常重視勞動的人權了 那你自己不去重視勞動人權 到時候你生產出來產品 別人不跟你做生意 最後也是百搭嗎 不是嗎 是 那如果這樣討論下來 我覺得你這本書讓我有一個很大的疑惑 就是這個地下社會到底是移工自己組起來的呢 還是我們這個社會 足了因為這些政策 讓這些移工變成是組起來的一道牆 他變成到地下社會 而沒有辦法讓我們自己有一個很正常的 一種很和平的這種互動的模式 是是我覺得就是管老師 我私下就是直接叫你管道 所以我覺得這題目非常好 就我在寫的時候 我也是在想這件事情 就那個地下社會或我們之間的隔閡感 那是他們對我們有隔閡感 還是隔閡感是我們建立起來的 就是回到我一開始說的 就是我進去第一廣場那個很深刻的感受 就是我花很大力氣 必須去消滅我跟移工之間那個不信任感 就那個不信任感到底是怎麼樣子去形成的 那其實後來回過頭來 其實我後來加了就是做了這麼多 後來投入就是政策的研究裡面 的確會不會去發現到說 其實從一開始我們剛剛談到 一開始我們對於他們的想像 就是我們希望他是一個填補台灣的勞動力 我們一開始再去引進外籍工 討論的就是資本家的立場 他們需要勞動力 我們要去避免他們吸進中國 所以他是一個很經濟面向的議題 然後所以我們所有的政策都是圍繞著 就是我需要控管這勞動力 然後以及我想要避免他在台灣落地生根 跟我們社會去融合起來 所以你在一開始的政策裡面 我們一直不斷疊加起來 一開始的政策思維就是這個樣子 然後所以你會變得說 後來即使過30年他們人口越來越多 你還是一直隱隱約去感受到 我們之間有很強的隔閡感 然後再加上為什麼我們會需要大量去仰賴仲介在中間 就是仲介另外一個很重要的角色 就是去做管理的角色 因為我們從一開始 包含我那時候去搜 我在寫這書的時候 那時候就開始去搜以前的簡報 然後我就很好奇 那時候開始要引進移工的時候 那時候新聞都在講什麼 那時候他們一開始最多討論 就是他們很怕引進這些移工 就是泰國的移工 然後可能會來台灣會偷雞 然後會偷台灣食物 然後他們有很多傳染病之類的 所以其實那時候仲介被賦予的另外一個任務 是去做管理的 就是他會避免這些移工 還是不要跟台灣生活 是生活在一起的 包括那時候他們的生活 他們的娛樂面向都還是仲介公司 要去租一個巴士或租一個遊覽車 把他們固定放到一個地方 然後把他們玩完之後 再把他們整個接回宿舍去 就是他們盡量避免他們跟台灣的生活 是有重疊或是有任何互動的 所以回過頭來就是被築起來地下社會 或那隔閡感到底是誰構成的 然後現在這個時間點 如果我們要真的去認識他們的時候 那我們到底要不要自己去親手 把我們過去築起那磚牆 一塊塊把自己 就親手把自己把它給卸下來 這的確是一個非常值得我們去討論的議題 因為我們這個社會 其實一直以來就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從幾百年前就開始不同的族群 因為政治的因素 因為經濟的因素 因為戰爭的因素 因為生存的因素 他都到了台灣 他本來就是一個移民的社會 可是我們看到在移民的社會過程中 他的確在不同的階段 都有不同的牆 不同的隔閡 可是這些牆這些隔閡 有沒有成為我們的教訓 或者是我們有沒有辦法去打破那個牆 讓這樣的一個在這裡共同生活的人 不管是什麼因素來到這裡共同生活的人 他可以更和平的相處 更友善的相處 更尊重彼此的相處 我覺得這是這本書 一個非常重要 告訴我們應該要去思考的事情 今天非常謝謝 詠達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這本書非常非常的精彩 也非常推薦大家 要找這本書來看 這本書叫移工主體的地下社會 跨國勞動在台灣 謝謝詠達 謝謝你 我們希望下次有機會 再來跟你討論相關的議題 我們下回再見 拜拜 有問題是不是 有問題 我們下回歸